瑞瑞湘工所向客委会争取获得客装创生环境营造计划补助将近3300多万元 要将客家合成晒股场概念建制活动聚会场所 但是对于规划内容、建设项目还有后续环境营造成效是否符合地方需求 代表会是高度的关注 在定期大会中也特别邀请到建筑师到场说明 受邀前来简报说明的建筑师陈玉文 图文并茂详细说明整个瑞美运动公园 客装创生环境营造计划设计概念与内容项目 台下乡代表们听完后也纷纷提问互相讨论 主书馆行车这边其实也蛮大的空地 然后这边好像公司也是曾经修上过 那我这边排了8个 再上也有站在上面 所以我总共设置了15个行车位 以客家合成 否当晒股场的概念设置的风雨操场 能容纳多少人 公车设施是否足够 停车场是否不足 向代表提出建议 老年人的设置部分会有规划多少 就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青少年部分 他是能够一起并用 然后到底有多少设施 我刚刚说的是 我是希望说儿童然后老年跟青少年 这其实是一个串联 他是串联都可以使用的 原有的凉亭内移 并设置还原不到 儿童软电视游乐区 儿哨运动休闲区等等规划的使用环境空间 相代表也提点考量积水 建材使用以及无障碍等等 与建筑师意见交换 这个排水是个物体 然后水平你要抓 不要到时候里面有机水 还有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你们从停车场 到我们篮球场里面 这个区块 那个无障碍空间的设施 你们要把它拷软进去 而且这个要做得好一点 要平稳一点 因为这边现有的 这边是已经当初已经做好的东西 所以它拨到可能会不符合无障碍 可是它还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现在这边 之前好像重管处做的这个东西 也是还蛮平缓的其实 这边当一个地方 那有群菜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个看台 那也可以做一个 活动时候的一个固定场所 相公所向客委会争取 获得客装创生环境营造计划 补助金费3300多万元 计划强化 瑞美运动公园设施设备 更增添客装休闲运动的氛围 相代会也高度关注 今天定期会中就特别邀请 规划设计厂商到场说明 很高兴访客委会给我们这个金费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也希望透过大家的参与 把这个计划做得更完善 借此除了让这一项计划更符合地方所需 面对中央辅助计划执行期限禁逼 乡长陈金光也希望在与乡代表们说明 讨论交换意见后 规划设计厂商能尽快修正补强 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完成上网发包的作业 记者时遇览 瑞瑞采访报道